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小雪 今天走到大山里 发现这里有一户独库人样 它的房子依山而现 而且风水特别的好 然后门前就是有一条小溪 可以听到音音乐的小溪流水的声音 现在我准备走进去看一下 跟我一起去吧 走到这里 这里有个桥 特别的硬点 要是这个是 以前那种老式的桥就更好了 只过这个桥 然后带走过这边的路 就可以到达这幅人家 看到这个房子 现在还挺敏的 我们刚才从对面前天了 看到从这条路过来呢 这个房子有一点影子也看不到了 大家看房屋旁边还有几颗水 大家看前面还有一个石屏 就是从那里上去 他们应该不会养狗吧 我们来好像都没有听到狗叫声 我特别怕狗啊 尤其是一个女生 我现在最担心的 他们家有没有狗啊 我特别怕狗啊 这是他们的房屋狙击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房屋建起来 不是那么的容易的 大家看这个石头 一点一点的搬上来 这里绿色成鹰的 真凉快 大家看一眼可以看到那个房屋面前的那些土地啊 田地 大概有几米吧 这个风景真的是好吧 大家看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它的房屋墙 大家看我今天风过去是一望无际的 而且它这个门前呢 就是一条小溪走几步就到了 而且特别的方便 像现在夏天的话 可以在这边去游泳游泼 找我特别的舒服 这种生活真的是令人向往了 来了有几分钟啊 也没看到人影啊 看到他们有紧紧的手的 好像没有人啊 这是有人呢 我们真想采访他一下 读到这里是什么感受啊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边好像是厨房 然后可以看到那边有个厕所 它这个也挺宽的 大家看 然后这里有一个像网囊 这个好像是有什么鸡鸭的 可以看到这个自来水了 是已经冲到家门口 快可以看那里还有一个可爱的小狗 好像没几个月吧 好小啊 好可爱啊 快点过来 我怕它 虽然是这么小的鸽 但是我也怕 大海洋是要跳过来 让我抱一下 但是我不敢摸这种小动物 特别害怕这种找到某种人的 大海洋是特别欢迎我们 要下来 今天来呢 可惜啊 这个主人没在家 我正想去采访它 坐在这里是什么心理体会啊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院子是很大的 然后养着鸡啊 然后养着狗 特别的享受生活 特别的安逸 朋友们 这是你们向往的生活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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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